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Dr.T aka看你老師 最近又非常的忙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又有很多的企劃 要等不及跟同學們分享了 其實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也給了我非常多的時間 可以去研究一下 計畫一下 今年要跟你們分享什麼樣子的企劃 基本上現在手中有非常多的企劃 等不及跟同學們分享 譬如說我們自己的產品 還有就是我最近呢 即將要發行的一些單曲 欸 單曲 好不容易又可以跟同學們分享一下 自己的這個音樂作品 好啦 不過今天呢 重點不在於老師的產品 重點是在今天寄鞋子來給我的這個品牌 基本上我已經快變成他們的代言人了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在幾年前開始 我就一直有收到他們的球鞋 而且他們寄給我的球鞋 都是當季最新的一些鞋款 除此之外呢 其實基本上如果說 我看到他們就是最新的球鞋 有要發售的時候 然後我看上眼的時候 OMG 我就馬上會跟他們 卡油 之類的 結果他們也非常大方呢 就盡量的都會把 我很喜歡的這些鞋子呢 直接寄來美國給我 同學你知道那個台灣寄東西到美國 其實是很花費的 而且這個品牌呢 一直以來就是都是這樣子 從台灣寄鞋子 來美國這邊給老師 所以說真的啊 非常的感動 也再次的感謝我們的 REBUCK台灣 基本上我現在已經變成 REBUCK的代言人了 對不對 我其實 你看這邊全部都是REBUCK 後面也非常多的鞋子 開始都慢慢變成REBUCK了 所以呢 再次感謝我們REBUCK的鄉挺 好不好 好啦 今天非常興奮 為什麼呢 因為呢 REBUCK又寄了一個 非常大的包裹 來給我 那這個包裹 其實我個人也非常喜歡 這個主題我個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那透過今天的影片呢 也跟同學們分享一下 我收到什麼好看的好不好 來 同學們 今天收到什麼東西 Oh my gosh 看這個鞋盒 你不要誤會 以為是那個鳳梨酥 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其實呢 有它設計的一個概念 跟這種元素 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酷 那基本上呢 我在開箱 每一雙這次 他們寄來的 這些球鞋給我的 這個過程中 也會大概跟你們介紹一下 這個鞋盒的設計 到底來自什麼 好不好 好啦 我們先從呢 這一次他們寄來 給我最小雙的 這一雙鞋子 好啦 原則上呢 看這個鞋盒 是不是非常的喜氣洋洋 沒錯 我們這個紅色 就是我們東方人 幸運的顏色 對不對 那上面呢 基本上就印著 十二生肖的 這一個印紋 非常非常的漂亮 中間直接打著誰 沒錯 也就是 Kong Fu Panda 就是功夫熊貓那一部動漫 對不對 說真的 功夫熊貓 我個人非常非常的喜歡看 因為家裡有小孩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呢 其實過去教書的時候 也會把我們這個 功夫熊貓的電影呢 拿出來跟學生們分享 然後解釋一下 就是說 影片裡面所呈現出來 所敘述的一些 這種有沒有 我們東方亞洲人的這種精神 這種東方人的這種思維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酷的電影 基本上我們的功夫熊貓 AKA POP 大口的齁 說真的 這部影片很好很好笑 那 我是都看英文版的 那聽說我們那個中文版的翻譯 好像也蠻好笑的 如果還沒有看過這一部電影的話 它總共有三集 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那說真的 我也不想要透露太多 因為我不知道說 觀看我們影片的朋友們 有沒有看過這個動漫 講到我們的功夫熊貓 其實它的整個故事情節呢 圍繞在幾個元素 第一個當然就是家人 家人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來就是友情 第三個就是必須要相信自己 對不對 只要你相信你自己 什麼事情都做得到的話 基本上沒有什麼困難 是懶得倒你的 那所以呢 這一次的這個功夫熊貓 與REBUCK的這些球鞋的聯名 還有就是它後面的這種設計概念 都是圍繞在這三個元素 第一個就是家人 第二個就是友情 第三個就是相信自己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來 鞋盒除了這個非常漂亮的鞋蓋設計以外 當然就是整個鞋盒呢 圍繞著非常多的這種漫畫的風格 畫風 非常非常的酷 像這種鞋盒 顏色非常鮮豔 我看了就非常非常喜歡 說真的 我當時看到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 第一個反應 以為那個REBUCK 記得一大盒這個鳳梨書來給我 對不對 不過說真的還蠻酷的 還蠻酷的 好第一雙要為你們開箱的這雙鞋子呢 是用我們REBUCK的 Club C85 這雙鞋子呢 來做的一個 功夫熊貓的聯名設計 我們現在就拿出來看一下 欸你看 打開這個也超誇張的 有沒有 整個襯紙啊 也有非常多功夫熊貓的設計 比如說我們這個Paul啊 站在山頂的這個樣子 非常非常的酷 來我們現在就把這雙鞋子 從鞋盒拿出來看一下 第一雙呢 就是我們的Club C 這雙鞋子 這雙鞋子其實還蠻帥氣的 整雙鞋子呢 它是米白色的設計 那上面呢 其實印滿了非常多的 這個中文字 譬如說 友誼 愛 和平 勇敢 好啊 這些字 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帥氣 整雙鞋呢 有非常多的這個中文字 對不對 你看 連鞋跟的地方都有這種車秀的細節 包括鞋舌的部分呢 也直接車秀著恐夫Panda 跟 Reebok的這個Logo 除此之外 我覺得另外一個非常酷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這個鞋墊的部分 你看鞋墊的部分拿出來 我們整個這個功夫熊貓的朋友 對不對 比如說Mentus Tiger 還有這個Crane 跟它的這個Master師傅 全部都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聯名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物超所值 因為呢 整雙鞋子 涵蓋著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連鞋舌裡面啊 都有印著這些細節 這些細節呢 就有如我們這個Paul 有沒有 它自己身上穿的一些衣服 還有就是說 它的這個周遭情境 真的是蠻帥 我們有四雙 所以呢 每一雙鞋子 我們就簡短的介紹一下 因為呢 越開下去會越精彩 下一雙 我也超級超級愛的 這一雙鞋子的聯名呢 是採用 Rebok的ZICK Kinetica 這一雙鞋子 其實Rebok最近常常用 Kinetica這一雙鞋子 做出非常多很屌的設計 所以同學們 如果想要穿一些 跟人家不太一樣的鞋子 記得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ZICK Kinetica 這一雙鞋子 真的是非常帥氣 這一雙鞋子 我也非常喜歡 因為呢 當天 我打開的時候 我看到的時候 哇 超級超級 合我的口味的 為什麼 因為 囖 都是囖 來 我現在拿出來 TADAAA 哇 這個鞋子 一看就是我的Style 對不對 好 揮露露 真的是 非常非常帥氣 基本上呢 這雙鞋子的 這個概念 就是來自 氣 我們這個人體的氣 對不對 那我忘記是在 第幾集 我們那個 功夫熊貓 他們這個 熊貓部落 對不對 其實他們早期 是可以用這個氣 可以將生命 再次的 帶回來 在電影裡面的情節呢 其實氣是用這種 金色的顏色 去呈現的 那所以呢 這雙鞋子呢 基本上就是 以這種氣的概念呢 去做出來的 朋友你看一下 這個設計 你說你不喜歡 那你真的是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這真的很帥氣耶 那等不起 將它穿出去 我到現在拿到 還沒有穿出去 因為我想說 先乾乾淨淨的 拍一下給你們看 然後呢 再快一點穿出去 丁笑一下 不過這雙鞋子一樣呢 除了鞋身上面 有非常多這種細節以外呢 連我們鞋墊的地方呢 也有非常明顯的 這個陰陽的圖騰 非常非常的酷 因為氣 就是陰和陽 結合的一個能量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的ZICK KINATICA 這雙恐怖PANDA的靈敏 更真的很喜歡 好帥氣喔 我的媽呀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繼續介紹下一雙 來來來 好啦 現在呢 我要為你們介紹的 這雙鞋子呢 是REBUCK的VICTOR RUNNER 這雙鞋子 也就是新潮的老爹鞋啦 好不好 新潮的老爹鞋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雙鞋子的設計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嗚 同學 OMG 這雙鞋子好帥喔 欸 這雙鞋子真的越看越順眼 而且這顏色 我真的很喜歡 它的顏色是有點像 像這一種土金色的配色 那土金色的配色呢 基本上是我一個非常喜歡的顏色 因為它會讓我想起 以前我穿Timberlin的那個美好時代 那我們這雙VICTOR RUNNER 基本上它就是採用我們POW 有沒有 就是我們那個功夫熊貓 它所著用的這些衣服上面的元素 去做設計的概念 比如說像鞋頭這邊有寫著和平的一個字眼 然後呢 我們鞋舌上面呢 也有刺繡著非常多 我們POW的這個各種武打的姿勢 那有看過那個功夫熊貓的朋友們 都知道它其實是被一隻鴨子領養的 對不對 那領養它的那隻鴨子爸爸 其實是開麵店的 所以鞋跟後面呢 就直接用著這個拉麵的這個印紋 非常非常的酷 欸 VICTOR RUNNER我還第一次擁有欸 說真的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這整雙鞋子的樣子 感覺也是一雙可以百搭不厭的一雙球鞋 真的很喜歡 也真的等不及呢 直接將它穿出去 瞪著 最後一雙鞋 也就是這一次 整個聯名當中 我最喜歡的一雙鞋子 我跟你講 講到鞋子 一定是要經典的鞋款 才會打動我的心 對不對 所以呢 今天最後一雙鞋子 要為你們介紹的 就是我們的 INSTA PUMP FAIRY OG G這一雙鞋款 與我們的恐怖Panda的聯名 現在我們就將它 從鞋盒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欸等一下 我們那個REBUCK 終於再次把那個鞋卡片的 小小的一個習慣 再次的帶回來 上面寫什麼 他說 Dear Tom老師 我好喜歡你的頻道 特別是 你和孩子們互動 你的教育方式 值得我們學習 REBUCK 熊貓功夫聯名商品 祝福老師 在新的一年 如同你提醒的事項 不管遇到什麼樣子的挑戰 我們都會走過的 只要你相信自己的話 一定都會走過的 那它下面呢 就Hashtag MasterYourOwnStyle 因為呢 你自己要過什麼樣子的生活 只有你說的算 對不對 所以MasterYourOwnStyle 欸 REBUCK好貼心喔 再次感謝你們這個愛心小卡片 終於再次的帶回來了 呼呼呼 好啦 同學們 今天的壓軸就是 這雙鞋子 Oh my gosh 欸 公甲欸 這一次啊 收到這個大包裹的時候 我每一雙一個一個打開看的時候 我最喜歡 最喜歡的 就是 這雙 Instapunk Fairy 的功夫熊貓聯名鞋 這雙鞋子的細節 多到很誇張 很誇張 那現在呢 就大概帶你們來看一下 原則上呢 我們的Paul 就是功夫熊貓那一位主角 他的整個身體 跟他的這個 濁裝的配色 就是他的膚色 黑白以外 當然就是他穿的那一條褲子 那他那一條褲子呢 就是有點土黃色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這整雙 Instapunk Fairy 的鞋子的配色 就是我們Paul 他原有的這個膚色 跟他褲子上面的這個細節 這雙鞋子真的超酷的 我跟你講 一拿出來 就有一個這個 陰陽的標誌 那陰陽的標誌 後面還有什麼 你看喔 後面還有一個 我們功夫熊貓的這個圖樣 真的很酷欸 那像這種吊牌的東西 絕對是 穿出去嘛 對不對 超帥 在那邊甩來甩去 真的蠻酷的喔 那你看我們這個鞋頭前面的黑白配色 就是想要響印 我們Paul的這個膚色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白色的部分呢 也有印著 這一種 非常中國畫風的一些圖騰 那再加上呢 我們這個Pump Fairy 側面的這個充氣系統 有沒有 這個所有的這個管線啊 上面也有做出 我們這個Paul 很像褲子縫紉的這些車線 欸很可愛 連這個充氣球上面 都還印著我們Paul的這個 面墊的這個標誌 你看連我們這個鞋舌的這個小環扣 小扣環對不對 他連上面都還縫著這種筷子的樣子 真的是超級酷的 鞋跟上面呢 也一樣呢 有這個KONFU PANDA的字眼 我覺得另外一點 我個人非常喜歡 這雙鞋子的一個細節 也就是說他搭配的這個 有沒有 故事情節 就是在他的氣墊的部分 你有沒有看到 氣墊呢 是用綠色的 有沒有 其實在這個KONFU PANDA 這部電影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綠色的元素 比如說像是那個 Master烏龜 烏龜師傅 他所用的一個能量 就是用綠色的 這雙鞋子 基本上呢 真的是把 那種工夫熊貓 那部電影所有的元素 全部都融入在一起 所以呢 這絕對是 目前這四雙發行當中 我最愛最愛的一雙鞋子 好啦同學們 這一次的功夫熊貓的發行呢 你最喜歡哪一雙鞋子的設計 如果今天只有預算買一雙的話 你會想要買哪一雙鞋子 記得在我們影片下面的這個留言欄呢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意見 最後我們這個REBOK 已經寄那麼多鞋子給老師了 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幫人家宣傳一下 在我影片下面的敘述欄呢 有購買這一次 功夫熊貓與REBOK的聯名鞋款 所以呢有興趣的同學們呢 記得快點去買 而且聽說他們現在 也有優惠的一些活動 想要搶後康的朋友 快點去處理一下 然後不要跟別人說自己帥就好 好不好 好啦同學們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了 那再次感謝我們台灣REBOK 這次非常大方寄這幾雙鞋子 來給我開箱 好啦在這個影片結束之前 還是要跟同學們講一下 真的非常非常的懷念 球鞋開箱的影片 希望呢未來還有更多的機會呢 大家可以為同學們呈現更多的球鞋收藏 好不好 這是凱琳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